这帮打成了一个飞球 三个野手最后 哎呦 哎呦呦捞起来哦 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向 黄胜伟接到之后传一雷 将打击了圣海伦比赛 事实上是收视率方面 是大家更瞩目的一场比赛 这个球打 这球打成了一个反弹球 短炮给游击手再往一类送 这是一个double play 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高飞球 在中外野方向 应该中外野手来接 这个教练本人听到 应该也都会贵心一笑 因为心动都还蛮蛮可爱 这个球打到三点方向 还是说 投手如果是在低一点的投手 自己要决定自己来接 嗯哼 这球打到了左半边 被刺杀 也上抛车走了 这个球捕手接到之后 传二来传得蛮准的哦 好抖 一打七牛队的进攻 也来一个头点 这个球过去做一个触杀 然后自以为幽默 这事实上是要把他进绝掉 结果打击的胡金龙 这一回没有胡了 被陈宏文呢给三阵出局 这也是今天陈宏文呢 所投出的第一阵 那陈宏文在从后远转先发 轮到Manny 今天第二回合的九十九号大对决 再往前跑 那如果挡到你的视线 你怎么接球 这球打成了一个界外飞球 第二回合的九十九号大对决 像这个外野不需要手那么强 应该正常的手备才对 落空一四几公里 三阵了阵打红 这时候三阵当然是解套 最佳的选择了 还是以他的快速球来 球出现在让投手取得了绝对的领先 有点挤压到这个距离就有点尴尬了 中外手接到之后 三阵上跑者不敢动 速度很快 一棒落空 所以我也相当的激动 我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双方赞成了1比1的平手 周四级打的那个角度 先回场上来看一下 这个球打到游击方向 游击手王胜文接球 最后传一了 陳凱倫 陳凱倫千兩次的打擊 並沒有安打的出現 陳凱倫 這裡就標到150公里 木浩三塊的滿球數 加一個球投手自己接到 一個彈跳 手套放在那裡等 今天應該不會太早把他換下來吧 手臂範圍太大了 雖然傳球確實還是沒有 真的急嗎 有些選手很早就放掉了 沿著葉磊邊線這個球是形成了一個界外 所以你必須要嘗試過練過 利高瓦倫拿捏得很久 這球打成了一個界外球 球數現在是兩好一換 這個球又打到投手的正面 這一回 陳凱倫 球數現在對曼妮是有利的 結果打了一個沖田炮 在內野的上空 最後被一磊石 那個球如果是野手已經就定會在等待那個球 所以沒有打 結果打擊的 林毅全這回是被 陳凱倫給三陣 來做調整 所以這就是有時候 黃色的影子往那邊跑 很本能的就喘了 這幾乎是 不用打過棒球 你都想要到你會到太自成 所以基本上 接到那球真的很棒 結果打擊的 高國輝是被重溫給三陣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是一個三上三下 七局打完之後 一比二 目前是一打一分落後